明明要打总决赛的是勇士和绿军 但最后的冠军却一定是马次 如果不是马次和伯伯维奇 这两支球队绝对没法站在今天的舞台上 勇士的主教练科尔分别经历了公牛王朝和马次时代 99年和03年他都是马次的冠军成员 而在他的主教练生涯里 老人士伯伯维奇依旧对他关怀有加 美国队带他去当助教 离职又指定科尔接任 当然带出过勇士王朝的科尔也必定是聪慧过人 老师傅的一整套传切体系都被他圆般抄走 再加以润色 直到现在科尔的首席助教麦克布朗 防守分析师罗恩亚当斯 也都担任过马次的助理教练职位 而绿军与马次的渊源就更多的多了 主教练乌杜卡曾经在马次效率过三个赛季 勃勃维奇老爷子 看他聪慧过人是个可塑之才 于是就在乌杜卡退役之后 邀请他加入了教练组 2014年乌杜卡还以助教身份 见证了马次击败迈阿密 捧其总冠军 在JDP日渐老迈 劉纳德还没有成长为完全体实 乌杜卡做出了马次时代的最棒成绩 他亲自游说老队友阿尔德里奇加盟 并且每次会议都亲自操刀 终于在开队者乌虎 风崩离析的悲惨背景下 马次得到了这个超级大前锋 18到19赛季 波波维奇又亲自推荐乌杜卡 去费城的布朗旗下做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首席助教 去年入主绿军之后 波波维奇还放走了马次的录像分析师 维尔哈迪 来凯尔特人做了首席助教 别忘了 在球员席上 绿军本赛季最关键的影员 正是马次此前捧在手里的后卫德里克怀特 鬼骨子上有四大高徒 马次系的内战又怎么能不轰轰烈烈 尽管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回报 但至少在2022年 我们还能看到那只老儿迷奸 经久不衰的马次掠影 请不吝点赞订阅